我们可以打开Inlustrator 然后在档案menu 然后选择New 开新的档案 在上面的Preset可以选Web 随便都一个 没有尺寸適合我们 我们在旁边的width改回960x960 记得先查单位是pixels 像素 960 接着是960 有时你会打完的数字再去改 它会帮你乘了单位 所以记得先查这里 然后breed 出去位我们是没有的 Color Mode RGB 适合 因为我们萤幕用 印刷用CMYK 萤幕用RGB Ruster Effect 选择Screen 下面的都不需要 怎样理它 然后按create 开了个空白档案出来 你的AI 和我的AI 不同样 立刻点到右上角 看看怎样找一些按钮出来 我把那个框框拉小一点 在角落头 那块中间 看到正方形 现在不见了一块 我想移动的画面怎么办呢 可以按着keyboard 空白按钮 然后按钮 拖它 它就会动 放大速度可以 按按加减 keyboard 或者你看到这里有些工具的 手制工具 按手制工具之后 你怎样拉 它都会直接整个画面动 如果你按放大镜 按一下会放大 放大 按着 autonic 或者option 键 按着 它就会熟悉 方便 按空白键 拉 然后 刷卡加减 下面有percentage 这些你喜欢可以自己 设计的 设计得挺精细的 OK 我做了个 正方形 出来 好 我们第一样东西要做的 我们记不记得那个画面 看一看 每次都要重温 有个汉堡包图 我们先放它进来 OK 在后面 desktop 那汉堡包图 按着它 然后 缩小一点 画面 然后我们 看到 它太大了 刚才汉堡包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用黑色箭嘴 keyboard 的V 按了它之后 你再刷一张图 你见到框框框着了它 然后这里的角落头都可以按着它 拉大缩小的 是的 扁了 记得 我按回ctrl或cmd z 还原先 每一次 按着 这些拉的时候 按着shift 按按比例 如果不是汉堡包就会高了 或者矮了 OK 然后放大一点 然后 方便我对位 眼不好 然后你拍齐呢 那边边有时它会弹点 这样的smart guy 它帮你黏着的 OK 然后 好像有些小的 在这里 留了空白 我继续 按大它 转拉到这个size 你之后可以改的 或者自己再adjust一下 OK 然后 然后 放了一个汉堡包在这里 你会见到有些同学会看不惯的就是说 这个框框正方形的 它凸了出来 这样 好不顺眼 怎么办呢 这样 你可以做一个框框 就是告诉你我只是show 这一块出来的 凸了出来的 帮我遮住它 是可以的 我们的做法都很简单 我们就是 画一个 框框 然后set它做一个 clipping mask 的物体 怎么做呢 你在这些工具那里 找到这里有个圆形 或者你那个可能是正方形 按着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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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弄个menu出来 然后我选择 Rectangle tools 然后我在这个点 正方形的这个点 Snap着 按一下 拉到这个位 刚刚遮住这一块 我们不是要遮住它 我们是要告诉电脑 我们只是要这一块 这样 转了之后 记得每次转 动作之前 记得转这个工具 因为如果人家想 动后面的图 你没有转回黑箭嘴 他就会画了个形状 形状出来 你不喜欢 按delete 删除了它 或者ctrl z 我按回黑箭嘴 选一下底的图 按着shift 选一下 面头这个 你看到好像没有 选到 但有时你细心看 你见到那些线 移动 它会斩下斩下斩下 按shift 再click一下 等两个都 选择了之后 按滑鼠右 按 make clipping mask 它就会 只显示 刚才的框框 形状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凸了出来 OK 我们搞定了 图 下面 有这样的图案 橙色 和 深 啡色 这个 怎么弄 它出来的 曲线 是后加的 我们先画了一个 basic 形状 这些奇怪形状 没有一个 预似的工具 例如这些 没有 那我们就要用笔去画 Pen tools 我们试一下 我们要画些什么 我们就要画一个 basic shape 没有曲线 我们先画直线 曲线的形状 我们先在这个点 开始 你见到这支笔 星星 就是画一条新的 路径 我们在这里试一下 然后我延伸上去 我看 它大约到这个位 就是图这个位 然后我按一下 然后打横 去到这里 你看到其实它有个 紫色的线 出来的 如果你不想曲线 按着shift 它就会一定是90度 45度 在这里试一下 接着就会斜 下来 这样 接着 去到 边 这些位 就是平线 就按shift 斜线 就不用 接着试 试到底 接着 我们画了一个 形状 OK 好奇怪 我看到好像没有什么颜色 我可以先转回它做黑色线 黑色线是用来选择的 我们画了一块 虽然它没有什么颜色 但我们提到它 你指着它 它会展示线 刀一下它 接着找color panel 按开它 你会看到 面后的颜色 是白色斜线 就是没有 这个框框 即是它的边的颜色 都是没有 所以我们先选了它上面这个正方形 接着 继续把颜色给它 我们先看看 看看有什么颜色 OK 那我们就这样 然后 我们先画底的一块 我又要用一支笔 然后 其实形状在 这个位置开始 但你小心 有时你会看到笔隔壁会变了一个加号 如果是加号的话 它会变了 将一点加到这个形状 今次我想画一个新的形状 我不想它在 就是这一道 所以我从下一点开始 稍后退高它就可以了 我随便一个位置 然后按着shift 是直线来的 去到这一道 可以再高点 然后 去到边 按着shift 直线 然后去到 底 接着 卖口 OK 然后 我们可以用白色 黑白箭嘴的分别是什么 黑箭嘴 如果我刷这个形状 就整个这样移动 如果我教的话是教它的大小 我Ctrl Z把它移回原位 然后如果用白色箭嘴 你会见到 刚才我刷的点出来了 刚才我刷了四点 是不是 然后这里有一点 如果我只想移动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面click一下 你看到其他变了白色 这个是蓝色 那你就可以 按着mouse 把它移动 那你就可以改你的形状 就是你刷完之后 你想改到这样 没所谓 用白色箭嘴 你拉都OK OK 我就刷出这个形状 我不想它用 黄色 我想随便刷一颗色 让我分到它 哪个在底 哪个在面 OK 好 然后呢 为什么这里我特意 画一个 尖角 明明看到这里有 斜线 其实纯粹上 给大家看圆角工具 我用白箭嘴继续 这次我想 针对这一点 去做事 所以在这里 刷一下 你看到这里有个点 你按着它 拉它 就会 变成一个圆角 你小一点就拉出一点 在 Creative Cloud 的版本应该都有 新一点的版本 如果你CS6那些就没有 后一点的版本才会有 你拉很方便 加圆角 你这个又可以拉 你不喜欢就推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OK 今次 圆角工具 其实除了 做圆角之外 如果你是黑白 这个模式 上面的 可以入数值 又或者 按开它 一个底线 就可以 有些submenu 弄出来 你可以选择 粒进去的圆角 又或者 斩了它的角 这次我用这个 方便可以随时教它的尺寸 或者直接读到 无所谓 但其实我为了展示这个模式 是更麻烦的 为什么 如果你看 结果这里有弯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两个是从一只角 现在它就觉得你是一只角 我怎样才可以 斩开 那我就硬破坏这里 破坏的方法就是用我的港笔工具 按个p 或者 我在这里 你看到我锁着 道路 箭咀 就会有个加号 我在这里加 道路 你对过 就是按八箭咀 你会看到 其实这里 它就会破坏了 它就会觉得 这里是个角 因为这里多了些东西 然后我再用 港笔工具 在这一点 多了点 它被它减了 我刷走 我做了两次 然后我再转回白色 你会看到这一角 如果我按着 Shift 键 刷这一只角 你看到可以两只角 一起 加圆角 我这样拉 我就可以做到一个 这一道 斜斜 然后这一道 变回直线 然后再弯的效果 OK 我做完这个之后 我想做下面那个 那怎么做呢 用黑箭咀 选择会好一点 我选择了它 它遮住 我怎么看呢 在Layer Panels 你可以打开Layer 1 你会看到 两个图案在 哪个在面 哪个在面 这次我想这个黄色 在面 我按着黄色 把它拉到上面 就可以方便我们去做 按白箭咀 加圆角 我们要加这个圆角 按一下它 然后拉 然后按下这里 然后把它拉 这样 就一个很smooth的 圆角 做好了 好 接着呢 白色两条线 怎样生出来 还有这些颜色 怎样选择呢 颜色可以自己 选择一个 即是橙色 和啡色 没有所谓 那怎么改颜色 用黑箭咀 按V 然后我先 改这个 这是一个 深啡色 可以去 Color Panels 你看你喜欢用什么 Color mode 现在是RGB 如果你喜欢用Photoshop 就可以按住 这个menu 选择 HSB 你可以用Photoshop 版本 如果你都不习惯 你可以double click 这个颜色 它真的是Photoshop 那个Color picker 来的 你可以读一只 深啡色 可以 然后按OK 你这里入数值 都可以 Around 你觉得顺眼 你待会可以改 如果你不喜欢 好 然后底那个一样 选了它 用黑箭咀 然后颜色 它是一只 橙橙的 我直接在 Color spectrum 选择 你待会加一些字 可能你会眉调一下 颜色 Sharp 一点 OK 然后 上面这条白色 线 怎么加呢 你可能会说 我读了它 然后 刚才我好像说过 这个框框是条线 现在没有颜色 那我就读开它 然后我选白色 然后如果你用黑箭咀 读下其他地方 你看到它真的有条线 那么幼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么按下去 然后在Stroke 这里 我再加大一点 你就会发现有问题 咦 因为刚才的形状是 就是这样的 它整个形状框着白色 所以你会觉得 很奇怪 它多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只是 抽这一部分 画这条线就算了 那我就不用 这两条边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我先选回这个橙色 将它这个线条颜色 选回模 然后我继续出动我们的白色 因为白色的形状可以选回刚才我们读的 那我就读了 放大一点 那你会看到 我可以随便读一个点 然后其他点就会比较白色 选了一个比较蓝色 虽然很小 但是你应该看到 然后我按着Shift 我选了这一点 选了这一点 选了这一点 OK 开头这一点没有选的 下面这一点都没有选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跟着我按Ctrl C 我按Cmd C for Mac 然后我按Ctrl 或者Cmd F Paste在面 你见到画面没有分别 但是Layer 打开了 你会见到多了 这些东西 如果我转个颜色 给你看看 你会见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有个三角形 但你会见到 它的道路 刚刚好 是留了这一道 打直这里没有了 所以这里不知道要怎样填 它就在哪里 算了 所以这次 它只是跨了一条边 我们这次不要填满它 绿色 我们把它按好 然后底下这个 Sroke color 我们把它选了白色 然后Sroke 我把它选到 10个point 或者 8 有点 那你就会见到 它只留了这一条 Path 可以 不用要底和边 前面这个一样 我一样 在这个 白箭嘴 不用选 头尾 它自己会选 我选中间 这些点 就可以了 按着Shift 锁 小心捉到它 最 头尾不用 它自己会帮你选 按Ctrl C 然后按 Ctrl F 或者Cmd F 或者你按 Edit menu Paste in front 其实 这个 是这样的 如果你按普通 Ctrl V 或者Cmd V 它就会随便放在中间的位置 你又要对位 就很麻烦 我Ctrl Z 然后我按Edit 按Ctrl F Cmd F 这个 Paste in front 它就会刚刚 踏在上面 其实你会见到 这里有点颜色 我又是把它改一改 你看一下 它会变成这样的形状 因为你没有了 下面这个框 不就随便帮它填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一样 我将它那个 Sroke color 改成白色 然后呢 刚才几多 8 8个点 刚刚好它就做到 这个效果 好了 好